對於昨天的事 我們跟香港的市民一樣 都是非常之痛心 為什麼大學是一個做教育的地方 現在會變成一個兵工廠 有幾百枚的汽油彈在裡面 高等教育是孕育香港未來動糧的一個地方 我們是不是要容許這些地方 變成兵工廠去孕育暴徒呢? 香港某一個地方是不受法律規管 任何地方有人犯法 警察就要執法 大學也不例外 昨天暴徒在香港 扔了超過400枚的汽油彈 只在中文大學的衝突裡面 我們初步估算也有幾百枚 這個扔汽油彈的數目 絕對是過去五個月裡面 警方見過最嚴峻、最多的一次 警方昨天就是因為不想雙方造成任何進一步的傷害 加上警察是因為學校對我們的承諾 會守護二號橋 不讓人扔東西下去 所以我們決定離開 但是結果是怎樣? 結果就是這條新界主要的幹道 繼續有人扔雜物 今早雜物扔到套路、港公路 兩邊的車都不能夠行駛 而在二號橋上面 也找到大量磚頭、弓箭、汽油彈 和有多蒙面的人在上高聚集 一條這麼重要的交通樓 永遠都用不到 是不是香港人願意承受呢? 而學校和校長 對於守不住這個二號橋的承諾 是不是欠香港,尤其住在新界區居民一個交代呢?